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布林肯访华前吹风表示 布林肯预计会向中方提出美国担忧的问题 其中国正在帮助俄罗斯建立其国防工业基础 近期在接连炮制中国建顶论 中国电动汽车威胁论 中国产能过剩论等等谬论后 美国政客再度炒作所谓中国原额论 谬称中国帮助俄罗斯重建军工产业 威胁制裁中国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 美国一边无端指责中国原额 一边打着原污的旗号发战争裁 美国国会不久前通过价值超过600亿美元的原污克兰法案 向污提供新一批军事援助 多家外媒分析指出 此举有两个结果 一是美国军工企业将再度赚得盆满钵满 二是俄乌冲突将激烈升级 在讲本期内容之前 朋友们一定要先点赞加关注 我怕你们不关注的话 可能后续的视频推流 推不到你们那里去了 俄乌冲突爆发后 美国不断抹黑中俄之间正常正当的合作 企图对中俄实行双遏制 两年多来多次妄称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但又在拿不出证据的情况下 反复被打脸 2023年初 美国总统拜登在受访时表示 不认为中国会主动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同年三月 白宫发言人表示 没有看到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迹象 但觉得有这个可能性 当前美国在中俄贸易的细节中捕风捉影 试图给自己的陈枪烂调加点新料 美国财长耶伦 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 以及匿名美国官员轮番造势 称中国企业向俄罗斯出口的大量机械器材 集成电路系统 无人机部件等军民两用产品 被用于俄罗斯军工生产 帮助俄罗斯提升了军事实力 这些美国政客的阴安意想是 我们和众多盟友帮着乌克兰都没打败俄罗斯 那想必就是中国帮了俄罗斯 在4月中旬的七国集团外长会上 布林肯翻炒中国帮助俄罗斯重建军工产业等议题 要求欧洲国家对中国进行施压 布林肯称 中国不能一方面表态愿意与欧洲积极发展关系 却又同时赞助冷战后欧洲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 美国一些媒体近期放出风声称 白宫正在考虑以所谓中国支持俄罗斯军工生产为由 制裁中国银行机构 切断中国一些银行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 美国国会一些反华议员已经对中俄出手 即将卸任美国国会众议院 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的加拉格尔等议员 提出了无限制法案 要求一批中国企业在180天内退出俄罗斯市场 如被认定有所谓向俄罗斯提供物资支持的行为 则将面临全面封锁制裁 此番美国的枪口 指向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多项民品出口 意在混淆军品民品贸易 以微电子产品为例 美国一些媒体称 2023年俄罗斯90%的微电子进口都来自于中国 俄罗斯将这些产品用于生产导弹 飞机和坦克 实际上 微电子是现代电子科技产业的基础性技术之一 广泛运用于民用商用医用的各个领域 在移动通信、智能电子设备、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医疗成像设备等方面都扮演重要角色 美媒从中国向俄罗斯出口微电子产品中粗暴推导出 中国微电子产品助力俄罗斯军工纯属无稽之谈 近年来 中俄贸易合作不断提制升级 经受助乌克兰危机、全球经济下行等考验 贸易规模不断刷新历史新高 这是中俄相向而行、齐心协力的结果 是两国企业在良好政策下开展务实合作的结果 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美国歪曲中俄合作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 在缺乏明确证据和客观分析的背景下 蓄意模糊军用和民用之间的分界线 以单边制裁要挟 企图切断中国与别国正常经贸联系 是赤裸裸的经济胁迫和霸凌行径 在大选年这一特殊年份 美国政客变本加厉将国内问题甩锅给中国 近期不断就所谓中国新能源产业产能过剩问题 向中方施压 美贸易代表办公室17日宣布 对华发起新的301调查 将中国正常的贸易活动进行曲解 污蔑中国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和企业利益 企图让中国为没落的美国制造业背锅 以上种种证明 美国习惯性藐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利用长臂管辖肆意打压霸凌他国 美国一方面对中俄合作指手画脚 一方面高调通过了600多亿美元的原污法案 迄今为止 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约750亿美元的援助 其中约463亿美元用于军事和安全 嘴上喊着原污挺污 美国实际却在利用乌克兰危机大发战争才 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 乌克兰危机以来 美国国防工业武器弹药等订单量激增 从2022年9月至2023年9月就有约500亿美元的军火订单 从欧洲战场留下美国军工企业 交易规模高达和平时期的五倍之多 布林肯和美国防长奥斯汀都毫不会沿原污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利好 美国利用出口转内销的套路 将对外军援资金最终放入自家军火商的腰包 根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分析数据 新的对污援助中约有80%的资金 将以武器装备订单的形式留回美国 在全世界都期待乌克兰危机早日得以政治解决的背景下 美国反其道而行之 变本加厉地向乌克兰输送武器 纵容战火延荡 和平遥遥无期 现在美国都受中国援俄论 一是为自己继续援武 发战争才找借口 二是制造舆论 把俄乌冲突延荡的锅甩给中国 三是挑拨离间中欧关系 让焦虑的欧洲人以为乌克兰打不赢要怪中国 从阿富汗到伊拉克 从乌克兰到加沙 美国在世界各地点火埋雷 制造战争和动荡 掀起军备竞赛 推动全球军费支出不断攀升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日前发布最新数据 2023年全球国防预算达到2.443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6.8%的同比增幅为2009年以来最高 其中美国军费开支高达9,160亿美元 同比增长2.3% 占全球军费开支的37% 在北约军费总支出中占68% 有11个北约国家的军费开支达到或超过GDP的2% 28个北约国家将20%以上的军费开支用于扩充军备 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 乌克兰危机只能依靠政治解决 美国应该停止对俄乌冲突火上浇油 停止攻击抹黑中俄正常的国家关系 乌克兰问题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 美方也不要把它变成中美之间的问题 我会变成中美之间的军费